到了蘸姜 怎么能不吃一顿生蚝了啊 这家排量是本地人都爱来吃的大排量 是一位粉丝老哥给我推荐的 蘸姜一具美食店 露个露个 这个店是一个粉丝老哥给我推荐的 这个炒河门 说是这里招牌 很好吃 两块钱一块也是这里招牌啊 他给了一个酱 这个牛肉真的超级好吃啊 这两天到镇江我已经住了几天了 因为他等一个快递 其实镇江有很多好吃的我都没拍啊 光吃了 吃了很多啊 好吃好 这一瓦12个42块钱 嗯 哇 好得很好吃 但是 没有我昨天吃的那家大 那家很大 这个好像不是很大啊 而且味道也还可以 这个蘸姜的生蜗是真的好吃啊 这个蘸姜的生蜗是真的好吃啊 这个原味的 哇 什么都不炸 先吃一个啊 嗯 他这个生蜗怎么说呢啊 你打开 可能水分很少 但是吃到嘴里啊 水分非常足啊 啥都不用炸 非常好吃 这两天吃是真吃过瘾了啊 嗯 这个牛肉真是超级好吃 两块钱一串 我感觉上面有一层 看你那些勾勒了粉 看你吃的感觉有水 水分一样 滑滑了 嗯 现在夜里12点了啊 两块钱一串 很便宜啊 哇 嗯 嗯 嗯 太美了 这个蒜蓉生蚝 这个粉丝大哥还给我介绍一个叫 在百姓村里面说是没有招牌的 我没有去啊 没有招牌我怎么找呢啊 太烫了 哦 你看人家的生蚝 壳子多大 肉质多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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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人家的生蚝 壳子多大 肉质多大 我吃4X块钱一份 蘸点这个酱哦 哦 倒蘸姜必须得吃生蚝 嗯 嗯 相当司法 哇 金小子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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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阪夜的炒吃点好 那视频就到嘴看 就三点赞 我们今天见明天见 我们今天见 拜拜